喂 我是吴巨星 今天是晚上八點鐘 我們今天來說一下大新社 小老弟去跑去當南公關 今天我在臉書上面看到這個 姚光祖 姚光祖還有洪生漢 在談這個時報出版社 時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 叫做大新社的一個小老弟 跑去當南公關 就是第三類公關 第三類公關是做什麼呢 一般不知道是不是當公雞 小公雞還是當那個Gate 就是信服務的對象是Gate 但是說起來是小老弟他們是說 他們去看這個異世界 就是different 就是我們講異世界就是different的vision 一般我們看的是常態的 就是男女交溝嘛 就是一般性關係是男女交溝嘛 他們可能看的異世界就是不是這樣子的 叫different 就是Yagdhida 他們的哲學有一本哲學書就是叫different 但大新社當然是說 以前大新社當然是說 在我們那個年代 1980年代 1990甚至1990年代 當甚至我去年去年看那個紅生翰 紅生翰去台大那個新生大樓 去演說的時候 去演說這個板核四 也是大新社出面嘛 不過他們小小弟算是很乖啊 我看起來穿衣服都穿得乖乖的 人在那邊講那個核四廠嘛 又貴又不好嘛 又貴又不好 又隨便亂搞嘛 炸 炸 就是費用非常貴 那紅生翰那時候是說這樣子嘛 我們就想要大新社 在我們1980年代 我們是看大新社 因為我老朋友是搞大新社 所以就是我就記得好像上班族一樣 每天晚上回來 找我們宿舍 蘭巴社 宿舍幾個就去喝酒 我們那時候都是 跑去那個 排大蘭巴社旁邊 靠基隆那邊 有一個慕容街 那邊有一個老頭子 他擺那個麵攤 碗麵攤啊 就在那邊喝那個米酒 米酒有時候加寶利達B就10塊嘛 沒有錢就喝米酒 米酒一杯就5塊錢 然後就吃豆腐乾啊 豬頭皮啊 然後再來一碗麵嘛 5G也是就是這個樣子 反正就跟著去吃啊 吃了然後 反正大新社的朋友 這種夠意思 我記得很少是我自己掏腰包 每次都跟著人家去吃 但是吃是沒有多少錢啊 人家吃5、60塊 其實也是一頓飯錢啊 就是記得大新社就是這樣的 但是反正就是 就是反正就是講跟 就是跟學校不一樣的意見就對了 現在一下看到這個 洪生漢跟搖光祖 他們我大概是認為大新社都是搞這些 那大新社其實以前 有一段時間是國民黨在幹 就是像吳敦義他們這樣 或是像我的老師 尤香桌他們那種當黨棍的 在台大 幹 就是國民黨他們當黨棍 在1980年代那時候是黨外啊 大家都是搞黨外的人啊 就是大新社都是黨外嘛 我們現在看到在在台面上 做的比如說是像吳建民 他們搞民主平台 他們那時候都是一算一義分子 反正就是也不是國民黨的 就是就是會混在一起嘛 就是像像那個誰啊 像以前大新社那個社長陳玉欣嘛 他們都是一樣 就是以前反正不是搞國民黨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小小弟 他們去搞這個東西 我們就覺得有什麼好奇怪 因為以前大新社就是說 你要當乖乖牌 像黨棍型的 像江英華他們就 但你就是要講 講清國講介石的好話 或是你要講李登輝好話 但當民進黨的時候啊 民進黨如果說你要當乖乖牌 你就一天到晚 講陳玉比較好話嘛 那是什麼呢 那現在的話 我想國民黨黨棍現在就是 一定要講馬英九好話嘛 那跟第三類公關其實也是差不多 他們就說 就是你原則上面 場面的單道你才有飯吃啦 就是這樣子 問你的書啊 你的哲學 你的思想啊 所有的東西我們都要場面單道 所以他們說 嘲笑不對其實也是意思 嘲笑滿久 他們搞黨棍以前 就是 都是要給 蔣介石 蔣英國捧藍趴的意思嘛 所以說以前要給你 登輝捧藍趴的人 也是大人人在 但是要聰明 要夠靈活運氣好啊 然後國外混個大學博士回來 就很好 不能當官的 那你又不討好 民黨領導人 又不討好 國民黨領導人 然後只能夠搞社運嘛 就是堵哈哈的 就去搞第三類公關 還好啊 還靠自己本事賺錢啊 就是不要 不要說 搞得這個政治 烏煙張氣 或搞得 大家明不聊生 要好多了 我會搞一個核四廠 嚇死人 要好多了嘛 核四廠到時候蹦掉 我不知道要 大家要討到哪邊去嘛 因為台北市 新北市 那麼一點點地方 沒地方跑 確定是比那個 欸 那個什麼地方 日本那個 都不行嘛 還要慘多了 不像李敖說的也是一樣嘛 這討厭死人 反正這種耗電性工業 趕掉算了 搞其他行業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覺得大新市 這個題目來說一說 也是很有意思的 現在是說核電廠問題 3月8號要上街頭 3月8號要上街頭 所以5月26號要舉行公投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公投這樣是玩假的嘛 這公投啊 搞得這個 搞龍公投啊 沒有什麼意思嘛 所以大家也是 很多人也是說 你要搞一個老龍公投 你去 勞民又傷財啊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反核式運動啊 搞得真的是很累 但是有大姐大 有錢的大姐大在下面撐場面啊 或者說不知道 他們怎麼會能夠搞那麼大 像柯一陣他們要搞那麼大 但是後面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 還有財團啊 支持才有辦法 反正燒天然氣 現在暫時燒不死人嘛 那二氧化碳的問題啊 再來說嘛 反正是全世界的問題 等我們比你在新被核電廠嚇死掉 要好多了 我們今天就做一下短評 評一下就是 八星社小老弟跑去當公關的事情 我們來說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